- 財經糾日趴 糾你來開趴 大家好 我是秦怡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危機四伏趴 這禮拜的食安風暴 讓大家看得心驚驚 一定要小心 我們要吃得健康 也要賺得健健康康 不過現在台北股市站上 2萬點之後 大家說這個盤是真的有健康嗎 買ETF也很亂 00939 00940 很多人說這個短套機率這麼高 這就會成員人越來越多 到底該怎麼辦呢 買一些AI股票 資金短期進出 也覺得壓力很大 這個時候還有沒有 比較穩當一點 2萬點之上 比較安全健康的賺錢方法呢 我們今天要從技術面 還有選擇權方面教你 或許有一些方法 投資人也會問了 還有沒有一些 公司在成長獲利很好 本益比有比較低的股票 有 帶你來看一些COAX概念股 還有比較保守投資人說 不是要降息嗎 美債到底現在可不可以買呢 要告訴你現在買有上海13%以上的報酬率 怎麼買呢 今天一次報侯利災 馬上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了 這邊是不怕危機區 資深分析師文恩歡迎 慶怡大家好 科技顧問莊顧問歡迎 慶怡大家好 我們冠軍操盤手云翔歡迎 慶怡大家好 文娜坦區 我們理財專家 怪老子蕭老師歡迎 慶怡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財經媒體人惠祝歡迎 慶怡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看看這個禮拜時安風暴 大家先怕怕 那麼台北股市也掀起了信心危機 這禮拜感覺看到紅海廣達領軍之下 佔上2萬點指數 但是中小型的上櫃指數開始資金在退潮 現在到底要怎麼看呢 我們上禮拜討論過2萬是不是地板價 但是現在信心上出現一些 開始波動了 大家覺得是洗一洗股票會在賞報局夜少報 你說指數開始做投了 舉NO請舉牌請表態 洗一洗再上 喝了再上 在幹嘛 手有點發抖 你到底要YES還NO 這個75度 看不見 一半一半 這邊是都洗一洗再上 這邊也是保守區 我覺得2萬點震盪難免 不過就是說在這個時間我覺得說 輪動它可能會加快一點 不過你可以看我連這個紅海都能噴 那還有什麼不能噴的 所以我覺得說只要量在3500億以上 我覺得說這個量夠健康 我覺得它輪動的機率也都很快 所以我還是會火力全開 OK 好 紅海都可以噴了 還有什麼不行 這時候該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手很抖的 我跟妳說現在這個盤子 出現很頭痛的轉折點 是有多痛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用痛來形容痛 我舉個例子 我知道現在大家可能都在做00939 00919 你知道嗎 慶 你知道嗎 它盤中00939 919的波動 可以高達降低5% 我現在就講ETF 現在連ETF波動都這麼樣的大 那頭痛痛在哪裡呢 除了波動大之外 大家不要忘了 最近外資它針對台北股市 是每天都站在賣方 而且期貨的空單力道是越來越大 那麼我只要問大家一個非常簡單問題 如果00940下個禮拜一要掛牌 那如果說你是外資可以賣在高點 你幹嘛現在賣 回答我 為什麼要現在賣 我4月1號再賣就好了 我幹嘛現在賣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呢 你仔細觀察 為什麼 觀察一件事情 對 等於說外資針對於 美國通膨的一個議題 還有備辦指數 因為備辦指數 其實它長相滿像台灣的OTC指數 它充滿了不確定性 所以它選擇先賣再說 那如果說你仔細觀察 OTC指數更奇怪 為什麼 我們看到今天大部分時間都長紅 紅海 長2382廣達 可是疾觀察OTC指數 在過去這一個月的過程當中 每次只要爆大量 都是一根黑K棒 爆大量都黑K棒 那爆大黑K棒代表呢 當它網上急拉的時候 是有人 對 它是站在一個所謂 調節的賣方 這是為什麼 你可能看到指數創新高 可是有很多股票 還在創新低最主要原因 那如果說你要我去講一層的方向 我是覺得現在是多頭無物 怎麼講呢 你回回看一下 加權股價指數的葉水部分 它已經連續橫盤 將近有六七八個交易日 可是它從來沒有跌破 這一根突破K棒的低點 那我們之前教過大概一個 非常簡單的基礎分析理論 對 巨高震要怎麼辦 巨高震 巨高震 巨高震會頭昏 那基本上你就盡量去買 那一些股本比較大的 然後本益比比較低的股票 就是比較安心的 安全的 對 比較安全的 至少股本大的股票 假設台北股市真的不幸翻轉下來 至少它下跌崩跌速度 也不會像小型股這麼樣誇張 那給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看法 基本上這一個起漲點 是落在一萬九千八百 那一萬九千八百 往旁邊數的話 你可以看到將近有十根的K棒 那我請問各位 我這邊橫排 橫排 橫排 那麼久 然後一根突破 然後現在要橫排 它走上樓梯的模式 這兩種是走上樓梯的模式 那如果說用上樓梯的模式 當然我們可以做最好的預期 目標價大概是兩萬零六百點左右 可是重點那是最好的預期 那如果當它一跌破 這一個平台區間的話 就要非常謹慎 非常小心 這是目前給大家的看法 所以說看到ODC這麼奇怪 然後加全股價指數又OK 所以說我是覺得 為什麼我舉一半 最主要原因在這裡 OK 好 那這個時間點 我們大家在問 操作難度非常之高 到底該怎麼辦 你說現在這個四字真情 就是停利停損 每一首好很歐 有多歐 基本上要大家在多頭格局停損股票 那是一件心如刀割的事 能唱首歌嗎 不行嗎 收視率還是滿重要的 唱完歌收視率更高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這一波台北股 是來到兩萬多點 可是有一個族群 就好像便利商店一模一樣 天天都便宜 就是IPC制裁 IPC制裁的股票的話 其實我想大部分都有 不管包括3035支援 361四星 還有創意 大家都有 可是大家犯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錯誤 之前在慶儀節目當中 我也教過大家 其實做股票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口訣 你的股票絕對不能相對大盤弱勢 你看這波加權股價指數 從1月18台積電法說會那一天 一萬七千兩百多元 一路漲上來的時候 加權股價指數有任何Fingold Day 什麼叫Fingold Day 任何一天跌破月限嗎 沒有 可是如果說你仔細觀察一下 3035的支援 它老早在一個月以前 就已經跌破了一個月限了 相對大盤弱勢 而且投信法人是站在賣方 你就應該要先停水 現在難在哪裡嗎 就沒有停水怎麼辦 對 問得好 我現在要把支援砍掉 然後去追紅海 來喔 這樣對嗎 好 聽清楚 大盤不能崩 大盤只要崩 他們一定還在崩 不然現在它是多投格局 大家都有機會 好 支援 如果說你把圖再稍微縮小一下 它已經跌到前波的 一個起漲點的位置 我不認為 那跌得差不多了是不是 對 你不要砍掉 假設我有支援 會砍掉待股 我覺得會 可是不要太高興 如果反彈起來 大概是 我再教大家 這一段一半的位置 大概在370塊的話 你還是要選擇賣 因為IP細緻財 現在不流行 為什麼不流行 因為他們的本益比都太高了 所以說你要氣出一個鐵則 就是說 反正你手中的持股 絕對不能屬於相對大盤弱勢 屬於相對大盤弱勢 你第一時間當斷則斷 那你說好 老師資源還好我手都沒有 那我現在能去買4938的核溯嗎 因為核溯它也是新的一個AI相關概念個股 其實如果說你仔細觀察 就像現在鴻海已經來到150 160 很多說 小時候鴻海能買 當然可以買 因為鴻海它去年10塊11塊 然後到今年15塊 即使到150 160 它本益比也是很低 那同樣在伺服器的部分的話 4938的核溯 它本益比也是不到10倍 那更重要的重點在哪裡 它有先整理過 它有先往下整理 剛好回測這紅K棒 一半位置中值 而且投信法人是連續站在買方 它跟資源不一樣 資源看清楚 人家在天花板的時候就開始出現賣方 所以說假設你經常買核溯 你就用反向的邏輯 如果說我今天我所要的一個存在理由 還存在的話 我就繼續買 可是如果哪一天 我當然我看到 把人開始出現轉買為賣的時候 我就把它賣掉 不然的話我是認為說 像這一種低本益比的股票 應該還有補漲空間 OK 反正就第一時間要處理 這個流程分 另外那現在選股要怎麼做 要怎麼樣選 這個時候要選你說 籌碼 技術面 基本面 三個部分都要滿足才是進場訊號 還有這麼好的股票嗎 現在的話大家都在猜 到底誰是隱藏版的ETF成分股 結果慶怡 我這照你節目覺得很難過 投資朋友選掉誰你知道嗎 2301 光寶哥 光寶哥還在破底 沒有 報紙寫的 隱藏版的 ETF開內股又破底 全破了是不是 全破了 我是覺得電力題材 是一個比較長線的議題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可能大家想說 現在會不會現在立法院 把電價整個動漲 基本上大家要知道 台電的強刃電網計劃 會因為立法院的任何動作而出現停止嗎 不會吧 他今年支出400億 明年500億 600億 700億 他是往上一直递爭的 做一個電網上面的太制 我們也知道在電網的部分的話 從之前最早的變壓性 漲到GIS 然後再漲到電線電纜 從電線電纜 這到下游的部分的話 就是屬於智慧家電 還有智慧城市 我是覺得東元這張股票 蠻有趣的 怎麼講蠻有趣的 基本上 第一個 他的股本夠大 所以說不然包括合作 鴻海東元 他們屬於大股本 都股本不去 現在流行大支的 不流行小支的 然後他屬於大股本的公司 更重要重點的話 你可以發現 投信法人已經連續 連續買了7個月的時間 好 我再問大家一個 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這一個禮拜的某一天 東元發生一件怪事 它的量超級大的 一根爆亮 突然亮出來 一根爆亮 好 我是空頭 你打我 你不敢打我 我是空頭 我怎麼可能讓它 整理往上拉一根紅K棒 所以說它好像有一點片線的成功 所以說我是覺得 重電的一個所謂題材 來到下游的部分的話 可以特別留意 而且1504的東元 應該算是所有重電題材當中 本益比最低的 你說滑車 試電 然後本益比都三十十倍 好像都太高了 對 所以說這張股票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那同樣 3704的一個所謂核行控 它比較好的利基點就在於 它的股價整理很久 而且它也是隱藏版 因為之前報紙有公佈一份隱藏版的 股價整理了半年的時間 然後這邊形成假跌破的一個狀況 然後更重要的重點 它的位階很低 股價已經整理半年多的時間了 然後本益比大概十倍左右 而且投信法人是站在買方 像這種股票的話 比較屬於進可攻退可守 風險比較低的股票 OK 現在你覺得相對比較安全的股票 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文恩 另外再來看一下 最近不管行情多跟空 每次都說其實股票是很好操作 是我們雲翔哥 雲翔哥就說只要有量 就是要來火力全開賺 這一波你之前也說是火力全開的狀況 目前是如此 火力全開的結果是如何跨過來 這個月 這個月 這個月是大概291萬 這個月賺291萬 掌聲鼓勵 強 這個本金是1000 本金1000 實現291萬 厲害 不過大概每天都是 大概下到滿 所以大概榮市下到滿 大概2000萬 所以這個戶頭 天天下到滿 這個月大概做6億了 頭髮還滿黑的 對 不過這個戶頭 30萬這個戶頭到五年多 現在已經是3500萬左右 對 所以就是說 對我來講我認為說 所以現在2萬點這麼波動 這麼大 只要有量 我就看量 只要量在3500億以上 我基本上還是火力全開 不過我又做避險 我就每週大概會在 在選擇前買put 所以大概花個10萬塊買保險 OK 就買保險 大概離600點左右我就買個保險 我攻盤的時候 基本上我可能那邊賺的 可以來秘密 OK 好 就是保單先買好就好了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到底說怎麼做呢 火力全開 火力全開要有貓膩 要有Payboard 你到底是怎麼做的 我就把這個 當我一看錯的時候該怎麼辦 好 我就把這個月裡面的一些 實際的單子拿出來 大概我去做哪些股票 大概有什麼想法 大家學一學 對 第一次我覺得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最近也很熱 因為紅海對不對 所以大家看到紅準 紅準這一次其實 其實上不難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發現說 前面其實像紅海是一樣的 就是有一個怎麼樣 很明顯的橫盤 對不對 那橫盤代表說 這個量叫窒息量 對不對 完全基本沒有量 大概是一兩千張 其實在這裡就有貓膩 這一隻基本上就已經打了 大概是三五倍的量 到這一隻已經不得了 這隻幾十倍的量 所以當打上來的這一隻 基本上就一定要買 對我來講就是說 打進這個代表說 它橫盤帶突破 搞不好已經突破 前面好幾個月的一個 一個量的攻擊 架的攻擊 所以至少說這一根進去 就算這一根進去 到這裡出來 也有大概十幾% 這是兩根漲停的空間 所以這一隻來講 你看就是 放沒有多少 大概也賺了二十萬 放這一隻這樣 所以它最近拉回來 基本上你看 最近又打 開始打量的攻擊 這是今天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以類似這樣 就是橫盤帶突破 我覺得是一個 OK 你就這樣 然後你算多少%就走 我大概 這隻比較多 這隻買進去隔天漲停 OK 對 不然我大概三五%我會走 OK 就這麼快速 對 好 這是你這個 好 再看一下另外的 另外來講說 廣達 廣達最近也非常強 對 那因為它也是因為有 廣達可以放久一點吧 對 廢達的單子 對 廢達的單子 感覺放久一點 不過我的做法還是比較偏短 這幾個月基本上 它也是賺二十萬 對 那做法來講 我跟各位講說 其實這一支來講 看起來比較難操作 為什麼 它感覺就是起伏 沒有那麼大對不對 對 可是我會沿著這樣子 這一條是我們上次講說 EMA這條均線 其實用一個60均也可以 這條均線 只要它沒有跌破 剛好它都這樣 當發量攻擊以後 它會帶一個小坡 然後沒有量以後縮下來 所以又發量攻擊 又帶一個這樣子一個小坡 對 這個小坡搞不好也不要小看 現在年重股票 一個小坡就10%了 所以你也是每天或隔日重這樣做 對 就第一天發量攻擊的這些 你要進去 那有上去基本上 就看你大概3 5%以上 可以走 當然就可以走 可是這樣基本上 就這一支當然就可以來回做 所以這個點你看 它又帶了一個攻擊的量 今天如果切進去 其實它還是有機會 對 因為很多人看它300 那不管 看到300看到300我無所謂 我可能就看5%10%我就走 OK 所以這一次下禮拜你會繼續操作 如果有下來 量說下來以後 再帶量攻擊 我會繼續做 OK 重點是帶量攻擊 對 帶量攻擊要繼續做 好 那這個的話就更鮮明了 你看 晶圓店 現在很奇怪 就是這麼大隻的股票 其實它動起來都很驚人 那其實這一次更鮮明就是說 它的波動的行為跟量是怎麼樣 完全結合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當它發量 比如說來到昨天亮人的兩三倍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鬼 所以如果只要這樣子切上來 有進來 那基本上就是說 等它量一縮我就出場 所以這樣的一個震盪的情況來講 就是好幾個點基本上 它都有這種所謂的帶量攻擊 上去以後 然後做一個短線的行為 所以這樣子基本上 這一支也是賺了大概16萬 對 那最後這一支來講 這個是比較特別 我可以講一下就是說 它是這樣 前面只要有一個大量的攻擊很明顯 那基本上攻擊後 量直接縮下來也代表說 可能阻力已經落跑了對不對 那阻力落跑也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阻力落跑以後 不代表它下次不會進來 所以它是要產生一個 類似這樣的凹冬量 也就是說 它的量急縮下來 然後價格急速下來以後 那前面有跑過這樣一次 那下來以後 只要它有再大量攻擊上來 通常會有第二波 會形成一個像碗形的這樣的一個攻擊 OK 這邊也一樣是找這個突破點 對 沒錯 大家一定會問說 這是之前轉過來 那一定想問一下 雲翔哥下個禮拜想買什麼呢 在觀察什麼樣的類估 我現在大概有 大概自己有觀察到兩支 類似前面講的樣的一個型態 那第一支的話是1815的附橋 那為什麼我要講到附橋 因為當然我也會看一下基本面 就是說 剛好在PCB裡面 你發現台藥最近很強 對不對 已經供到快200 那其實在這裡面來講 像現在PCB很多在漲對不對 已經好在漲 那最上游來講就是附橋做波籤對不對 所以它有一個這個 這個專工人之前講過 叫做Low DK的這個波籤 在AI這個需求爆的時候 它基本上應用上會跟上來 那有一個漲價的效應 所以反而有人就顧說 它機能有到2塊 所以基本上到這種不到20塊 已經是便宜了 那再一個就是說它也是一樣 大量供給以後 在一個價格噴出以後 瞬間被打下來 所以打下來形成一個有沒有 這樣的一個凹洞 那這個量也形成一個凹洞 所以在這裡大家就要注意 就是說如果它有一個量開始供給 那價格可能就會有一波估上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會在注意的 如果一有五就會大概就會衝進去 OK 那另外一支來講 看一下比如波威這支 那這支也一樣 專工之前有講到CPO 也是未來很看好的一個產業 包括跟Coast基本上也有關聯 那這支就是說 前兩年基本上已經達到 都有將近6塊錢 也就是說本來就是好的股票 那如果它的毛利能夠提升到 比如說到30%的毛利 未來可能搞不好有八九塊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預期性 那這個也是一樣就是說 它有沒有 也是有出現這種 爆量供給以後 然後量縮拉回 那只要它切回到有沒有 這個均線的這個位置點以後 再帶量供給 對不對 那基本上它可能就會一波起來 那到這個點一樣 就是說它突然間量級縮殺下來以後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會等待一個 所謂的一個大量 然後生成以後產生一個價格 跟量同步的一個攻擊 那基本上它就有機會 再破一個前高的一個機會 OK 好 所以這是一個這個 目前就是觀察下個禮拜的類 對 大家可以做參考了 謝謝余祥哥 好我們接下來馬上來看 到底這個時間點 還有什麼是高獲利高成長 本益比相對比較低呢 還有這個台積電到嘉義了 有哪些的題材概念股 可以一起來追蹤 馬上再回來 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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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